这是一个欧洲名牌 一直都是用开这个 因为我们的要求特别高 我们看到大概是20年左右 是怎么都要换的 所以因为它是90年代装的 到了2011年 实在我们已经全批换了新的 港铁夜晚澄清 怀疑有质量问题的住原体 是由2008年开始 构置作为备用部件 生产商是英国公司 Aligned Insulators Limited 但是在内地生产 对于为什么由2008年开始 会选用这间生产商 是不是2008年才转用内地生产的部件 90年代开始 用了大约20年的住原体 是不是在欧洲生产的呢 港铁也未能够答复 港铁又进一步透露 有质量问题的住原体 不单只是早前所说的65个 东铁线另外有63个地点 也都安装了有同一批住原体 但是用途不同 损坏机会比较低 声称就算是损坏 也都不会严重影响车务运作 不过港铁承诺之后 也都会换埋它 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港铁隐瞒 这个绝不可取 多次被传媒去追问到底这批的绝原体 那个製造商是在哪里地方 港铁只是说是欧洲名牌 港铁不单只是专业操守 其实是一个企业诚信的问题 为什么不早就开成报工地 去将发生港铁绝原体事故的成因 去交代出来 从而采取一个更加合理的处理方法呢 港铁说会跟生产商跟进 近日损坏绝原体的情况 跟进工作完成之前 不会购买或者安装 来自这个生产商的任何绝原体 港铁已经开始